不过昨天这一位呢 现身也是引起争议呢 是陈志忠 现身在台中乌日高铁站 据说是独自一人南下台中 根据了解是要到这个黄瑞敬的娘家拜年 而晚间呢 黄柏露呢 到这个鹿港和朋友聚餐 他也证实 女儿初二到初五确实有回娘家 而且还透露说 这个黄瑞敬高雄的新家就快装潢好了 年后入住 而且夫妇俩也开始努力找工作 B市车一路网张化鹿港开 坐在里头的黄柏露 行程曝光了 一度下车扳起脸孔 很不高兴 不用看啊 我们车子没有在啦 好不好 你们回家了啦 从台中开车到鹿港 黄柏露一家三口 是要参加朋友的聚餐 到达目的地 黄柏露情绪缓和过后 才接受采访 证实黄瑞敬确实有回娘家过年 今天已经出了 已经回来三天了嘛 出了回来啊 对啊 已经进行回来 当然啊 都已经回去了 有啦 当然是 有啦 谈到女儿黄瑞敬 黄柏露有说不出的心疼 尤其看到女儿为了扁案落泪 回娘家三天两夜 绝口不提喜情案 免得破坏心情 都不谈 我们回家都尽量不谈 你谈那个 大家心情都会不好 都不提啦 尽量就是 过年就是让他们 过年后 陈志忠和黄瑞敬 就要带着女儿搬到高雄 黄柏露透露 高雄新家就快装潢好 夫妻俩也对未来有了规划 当然是看根据他们的专长啊 一定啦 有在寻觅了就对 有啦 有朋友应该也会帮他们在 黄瑞敬的年后 就要自力更生 展开新生活 至于喜情案 黄柏露不想多说 只说娘家永远都是女儿的避风港 周西文江志南 徐一玲SNG小组 彰化采访报道